修行人才有真正的快乐 因为以法为乐 而且说的乐,乐不可止 中国大陆有一个女众 她离婚 也活得很辛苦 在极端的无奈之下 因为老公啊,也不理她 搞得了几千玻璃 在极端的痛苦之下 有一天她就打开了网络 网络 她网开网络的时候 大陆的土豆网嘛 台湾有YouTube网站 打开了 看看,反正我很烦啊 打开,打开 刚好看着一个上会西亚利法师 这就是讲什么呢 就看了,看了,看了以后 她感动 她说这个就是我要找的 她在极端的痛苦之下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救她 她说她本来要去死的 本来要去自杀的 活不下去了 感情因素也好 经济因素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本来要去跳楼梯去死的 可是又想到那个小朋友啊 小姑娘啊,还那么小 后来听到师父的法 后来感动的不得了 她说,哦 师父你是我在世的父母 真的我没有听到师父的法 后来就是每天 每天就是在网站 定时间的看 看了相当长的时间 写了一篇 这个信进来 我看了我挺感动的 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也很高兴能够救了她 救了她 所以说 这个现在的科技啊 实在是发达 有网站啊 那么可见在这之后 我举这个力气筋就知道 这个人这辈子要有 没听到正法 死定了 对不对 她怎么能够图得过去的这个关卡呢 没办法 然后 我又记了一笔账 又救了一个女人 救了一个女人 还还有个小姑娘哦 她当时没有死掉 自杀就没妈妈了 对不对 这小姑娘才几岁而已啊 所以我救了两个 她老公就管她去死了 对不对 她老公我们就不要去救她了 救了两个 无意中又做了大功德 所以我就说啊 推广这个 你看到这封信了 很感动 就是哎呀 我们呢 我们这个惠律啊 这辈子啊 再辛苦啊 看到这个信件 都觉得很安慰 因为救人啊 对不对 十万火急啊 还好提早看到 师父这个 有的已经 在台湾有的已经去 跑到 是二十几程度 跳下来就来不及了 就因此啊 我们一定要 推广 好好的推广正法 走 走 走